台湾人 台湾事 尽在台湾小百科 大家好 我是陈慧芳 今天我们要介绍给您的这首台湾歌谣 是《头灰贵朵 桃花过渡》 有关于这首台湾歌谣它的动人之处 我们请台湾文史专家庄永明老师告诉您 今天我们谈的这首台湾名谣叫做《桃花过渡》 其实我们要有很多的面向去看台湾民谣 一般的台湾民间流传的这些小调 其实蛮可惜的 它被记录下来的并不算很多 所以台湾有很多的民谣 它不得不借重很多的传统曲域 再度另一方面的一个呈现 比如说我们看到所谓的南馆 北馆 歌载西调 几乎都有某一段的旋律 变成在天上词 变成台湾民谣在传唱的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桃花过渡 它就是用所谓的车谷调 然后天上一个所谓的长度的一个老婆 跟一个窈窕的一个俗女 在对唱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的呈现来表达的 那我们也知道所谓的一个车谷调 其实它是一个民间的小戏 就是在台湾的迎神庙会中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小调的一个呈现 其实车谷调一般来讲 大概就是一个装扮的很单纯的几个人的一个表演团体 然后大概就是一个一丑一淡 现出的所谓的一个小戏 那这样一个小戏其实它的剧情是蛮单纯的 但是它所要表现的就是那些戈调 那今天有人就把所谓的车谷调 这样子用了桃花过渡这样的一个面貌来呈现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看到车谷调 那种在所谓的迎神赛会 那种兜器 那种能够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剧种 在这个歌调里面又完全的一个呈现出来 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谈桃花过渡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它的歌词是蛮漫长的 它是有个十二月份 每一个月份的气候季节变化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个气节景象的一个不同 那就引起了我刚刚提到的 一个长度的这个老婆 跟这个苗条校你在做很多的机制的一个对话 传唱的一个过程中 当然他们要抓住了对方的很多的一个弱点 来做一个攻击 那其实这个歌甚至还被成一种另外的一个形式的一个表现 就是说在当年有所谓的广播剧的时候 这个桃花过渡是经常被人家掰成另外一种呈现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他们那时候为了呈现他们所谓的一个机制的一个表现 那这个窑条鼠你就跟这个阿婆讲说 如果我们在对唱的过程中 谁输了 那你就要免贿的让我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这条小溪 那在对唱的一个过程之中 当然从一月再传唱十二月的过程中 轮到所谓的一个年份都唱完的时候 这个阿婆竟然唱出了十三月这样的一个不妥当的一个歌词 当然最后他是输了 像这样的一个让民间能够用一种层面去做 很多的一个消选娱乐的这样的一个对唱歌谣 当然他有他的一些特色 不过今天蛮可惜的 像这样的一个桃花过渡 里面很多歌词的一些呈现 其实很多人很难以去懂得这里面所谈唱的 在古时候的这些仪惠 比如说他真业里面就有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歌词 说要吃鸡的人贡猬王 其实这个王今天我可以给各位做一个解题 这个王就是指安公 就是保意大利的意思 很多人就唱了这个歌的时候 大概很少人去贴解去了解这个字的一个意义 这个是很可惜的 听众朋友 桃花过渡 头会贵斗 这首台湾歌谣 歌词描述了12个月份的不同景致 同时也借由一名长度的老翁和窈窕少女的对话 显得趣味横生 短短五分钟 认识台湾真轻松 台湾小百科 明天见